这是我们的系统界面图 然后我们现在要到我们系统界 是数据铺当中有什么数据 就可以通过其他的右手 来进行一个 这就是我们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数据 就是数据铺当中的一些数据 用户可以通过检索 怎么检索呢 就是通过他的左手 进行左右上下平衡 然后可以如果说对视角不满意 就可以进入一个视角切换模式 通过开始看来的左脚 然后通过右手进行一个旋转 我们可以看到简单的一些操控 然后我可以回到默认视角模式 然后刚是旋转 也会进行一个相反平衡 通过左手 我们这个目的就是说 让用户更加自然方便地去操控这些系统 然后右脚进行一个 回到默认视角 这样可以进行一个放大缩小 就是通过双手的命令 对 然后放大 然后缩小 然后回到默认视角 当然也可以退出这个模式 就是双手交叉 如果说用户这些数据 户当中也有的数据不满意的话 我们可以用皮带进行一个 简单的一个动作 比如说 通过击打双手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户要 双手 然后拍打双手 就可以进入一个动作捕捉的模式 然后用户自己做一个动作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实时显示的 这个用户的这个相反平衡动作 然后我们是一步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用户做了这个动作之后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传染相反 在视频部到那里去找到这些相匹配的一些处理 我可以看到他宝宝的 就是这种型抵较的 非常的难